大家好,我是八戒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9月10号星期四 今天关于第二轮纾困金与失业金的消息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 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首先是今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 共和党提出的5000亿 最小的第二轮纾困金的刺激法案进行了投票 但是投票没有通过 这个待会我们来细说 第二个消息也是大家作为关注的 FEMA这个机构一共有440亿美元 给每个州进行一个申请 能够让他们的失业金 每周能够获得额外的300美元这样的补贴 一开始他们的预计是只有三周 但是现在他们的估算大概能够维持六周的时间 好,今天就关于这两个消息 八戒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消息 今天周四在美国国会 共和党的麦康奈尔主持下 美国的参议院进行了参议院投票 目前他们的投票是失败了 整个的投票是关于共和党提出的5000亿的刺激法案 这个刺激法案当中的主要内容是延长每周300块钱额外的失业金补贴 一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 另外提供1050亿美元的学校资金 另外再提供2500亿美元 用于小企业主的救助计划 就是PPP的贷款计划 还有向美国邮政局提供的100亿美元 特别的这样一个赠款 保证美国这次选举能够顺利的进行邮寄选票 那关于这个一揽子5000亿的刺激法案 在参议院今天进行投票 几乎所有的共和党参议员都投了这样一个赞成票 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 目前的计票是由52票赞成 47票反对 其中共和党有一名的参议员来自肯塔基州兰德保罗 这名参议员他投了一个反对票 他站在了民主党这一边 所以共和党他就损失一票 目前只是52票 而反对票目前高达47票 这个议案必须要经过60票 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参议员 他们都投票通过以后 才能拿到民主党当政的众议院 进行一个二次投票 双方都投票通过以后 才能拿到美国总统特朗普那边进行一个签字 然后大概在两周以后 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发放 但是在这次5000亿的法案当中 并不包含给符合资格的纳税人提供大人1200 小孩500块钱这样一个退税政策 所以这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法案 根本不会得到美国的民主党支持 美国民主党人 目前他们要求的就是提供连点2万亿 这样一揽子的一个刺激法案 跟这个共和党提出的5000亿 相差的是非常非常多 在这个法案上周披露出来 他们即将要进行投票的时候 巴基也给大家说了 这个法案只是共和党拿来去威胁民主党的 他们想去试一下 看这个法案到底能够拿到多少票 目前这个法案投票的结果是52票赞成 47票反对也能看到 共和党当中也有一个参议员进行一个反水了 站在了民主党这边 所以可以看到目前共和党内部 还是有一定的分期在里面的 另外呢 今天美国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他也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说 你们必须按照我们提出的连点2万亿法案进行投票 否则你们任何一个法案想在参议院 或者想在众议院 想要获得三分之二的这种多数票的话 几乎这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样一个任务 那今天呢 麦康奈尔呢 他也是说了 他说呢 现在你们大家已经看到了民主党人根本不愿意解决所有的优先事项 关于给予小企业主啊 给予这个个人失业金这种延长补贴啊 他们完完全全就是摒弃了 这样的我们提出的最快的先解决优先事项 稍后的这些拨款呢 我们稍后再来谈 但是呢 民主党人目前都全都反对 另外呢 根据今天的投票当中啊 还透露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信息 就是啊 现在有目前20多个共和党参议员 已经明确的表示 他们根本不能接受 关于超过1.5万亿以上的刺激法案 如果你们目前这个打包的刺激法案金额 只要超过了1.5万亿美元 这样一个资金的话 他们有20多位参议员是不会进行投票赞成的 这就会造成这个法案一定会流产 也就是意味着 民主党提出的连点2万亿这个刺激法案呢 在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也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的 因为呢 共和党参议员现在已经说的很明确了 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这个财政赤字 这样的一个财政危机啊 是非常非常严重 在之前已经举债了3到3.5万亿 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美国现在的最新的美国国债 整个负债情况呢 大概已经是超过了26.5万亿美元 已经是远远大于美国一年的GDP 虽然美国一年GDP占据全世界的20%到25% 但是呢 他也没有办法承担这么高昂的这种负债 他们根本会造成国债违约等等的一系列的非常严重的后果 而且会把这些税付啊 会在未来的时间加给很多的纳税人 所以目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根本不会同意超过1.5万亿这种大规模的刺激法案 那现在呢 民主党呢 他们也是今天放出话来 你们任何一个法案都别想在我的手上进行个通过 必须达到我们要求的连点2万亿 一次性给予每一个大人孩子1200加500 然后呢 再给予这些失业的人继续延长每周600块钱的这种失业补贴 一直延长到今年年底 看来啊 双方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达成这种法案 因为目前美国的政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说了 他们预计会在美国大选之前达成这种刺激法案 那就是把这个时间度又拉长到这个10月份或者是11月3号之前了 看来在9月30号之前 双方联党确实是没有办法达成这样一个刺激法案 好 那这就是今天关于第一条消息 美国国会关于这个参议院投票的这个法案呢 现在是彻底的流产了 那目前不符合这种资格认证的呢 他们可能就很遗憾失去了这次1800美元这种失业金领取 如果以后关于有这种失业金更新的这些消息呢 八戒会给大家做一个随时消息的更新 好 那今天呢 关于这两次消息呢 八戒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 有进一步想跟八戒交流的小伙伴呢 请在底下评论区评论 或者给八戒私信 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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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